美國總統拜登逆轉了前總統川普的許多強硬移民政策 從而鼓勵了更多非法移民 但面臨數量龐大、試圖越境的非法移民 拜登政府在操作和政治上都面臨難題 拜登當局正計劃終止川普總統時期的第42條命令 這一命令被防止傳播中共病毒 允許將尋求庇護者和其他移民迅速主返墨西哥 美國衛生官員表示 可能將在5月23日之前結束瘟疫流行時期的政策 但是 非法移民可能會進一步增加 週五的法庭文件顯示 根據第42條命令 大約一半移民在3月份被逐返 從墨西哥跨境非法移民的激增 讓美國邊境的多個州不堪重負 在德州 共和黨州長阿波特4月初宣布了一項多管旗下的計劃 其中重要一條是將非法移民 運送到華盛頓DC和德克薩斯州以外的其他地區 週六 第四輛載有大約10名非法移民的公交車 從德克薩斯州抵達美國首都華盛頓特區 中美洲資源中心的工作人員接待了這些移民 為他們提供食物和水 然後將他們運送到聯合車站 這是4月13日以來 德州連續第4天將非法移民送到了華盛頓特區 新唐人記者徐哲、林一綜合報導 各種市民主義中心一萬計劃 新售的地道 從德克薩斯州抵達 新售的地道 不斷不遭 很準確 海盛頓特區